蔣衛生一直是我的want 他才想說用他當年做的東西 來看看我現在有沒有什麼可以記者 一百年前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 他在兩三年後 遇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制被破檢查 一百年後另外一個台灣民眾黨又出現 因為不管蔣衛生跟柯文哲都是醫生 還同一家學校 所以我非常強調是政治成縣 所以一百年前的台灣民眾黨 遇到這個日本軍國主義太強的壓迫沒有成功 那我也希望說 一百年前台灣民眾黨沒有成功的事情 沒有成功的命運 我們會繼續競爭下去把外形光彈 所以 還同高區團結 團結真有力 我也一直很期望說 一百年前蔣衛生沒有關係的命運 我們會把蔣衛生繼續努力 繼續下去 希望 台灣因為優惠我們可以變得更好